之前经济不好,口红可以卖得很好 是因为在经济不好,女生要把自己打扮得更美 出去见更多的顾客,做更多的销售 这样口红的销量就会增加 但是我们现在放在疫情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对我们以前的关键点就已经是打破了 在不好的经济情况下,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 是可以让我们的收入或者是我们的生意 是可以不跌反正的 这个就是所谓口红要带出来的意思 在经济上面,比如说你玩股票 就有很多不确定什么东西,这个叫测不准定理 比如说在他讲的玩股票上面 很多人去买给票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比如说政府讲下个礼拜土地给那些人做发展 就很便宜的卖土地给发展商 这样人自然而然的就知道 因为政府做这个东西就会给发展商有更便宜的地企物质 这样投资者会因为这个东西而去买发展商的股票 因为人还是羊群,羊群动物来讲嘛 就是会群,一群的一群这样跟着去嘛 就当过热的时候是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Saurus在他那么多年的投资里面 很多人讲他是一个鳄鱼 他很会在股票上面去赚你的钱 去吃你的钱 就是因为这一个效应他看得到 所以往往他会在这个地方里面 去设陷阱去赚人们的钱 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反思维 所以为什么他是习惯性的做孔一个东西 而不是习惯性的是去买一个东西 而是他习惯性把这个东西卖下来 比如说你现在去吃饭一个小时 然后你这一个小时可以赚100块 你现在放弃了赚这100块去吃这一餐饭 这样就是讲这一餐饭的机会成本是这100块 你放弃了这100块去吃这一餐饭 它的快乐是大于你赚这100块的快乐 在做生意的角度是最喜欢讲这个东西的 就是你这个东西所带来的价值 一定要小过你所去做的东西 这样你选择这个东西 你放弃这个的成本才会比较小 就是比如说这套戏真的很难看 然后你选择做下来继续把它看完 因为你觉得那个票很贵 你不要浪费钱 可是到后面其实你是继续很不满的 你就把这套戏看完 所以这个也是你的沉默成本 可是你把它忽略掉了 如果你注意到你自己这个行为是沉默成本的话 你就不会继续在那边看这套戏 而是你会离开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往往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生 就会觉得不要浪费钱 比如说食物买到真的很难吃 不要浪费食物 其实这是好的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不要浪费钱 所以把全部东西吃完下去 然后结果就是可能吐啊还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沉默成本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像你们一直都听他们讲 你要成功的老线你才会幸福 像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可以先幸福了过后才成功 之前有一个叫Ben Toshah 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雕塑 他就开始去发现一样东西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去研究 negative psychology 去研究为什么要去研究那些精神病人背后的原因 而没有人去发觉为什么那些成功幸福人士的背后的原因 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 positive psychology 每一个人都在笑他 傻的咩 你当下去医别人啊 你为什么要去发现人家背后开心的人 但是 guess what 他现在是哈佛大学最大的可惜 在这个莫菲定律里面他有讲一句 只要你愿意总有理由性 我们有听过一个故事嘛 就是讲那个 胡梨吃不到酸葡萄 其实那个葡萄爽不爽我们不知道 可是那个胡梨最后吃不到那个葡萄 所以他就告诉自己 嗯 他可能是酸的 正好我们也吃到他 你笑他傻 你笑他不够努力 可是何尝不是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让自己感到幸福 没有对跟错的 这样你们就会讲 如果你这样子每天吃足 尝了这样你的人生就不成功了咯 这样其实成不成功这个东西是谈的 不要不要 而且没有人知道成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谁告诉你成功意义的定义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都是大众告诉你 你要一个月月入百万 你要驾大车住豪宅 这样才是成功 我有曾经听过一句就是 它是成功 它是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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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知道 什么对你来说是很有意义 是有价值的 所以有一句话 There is no way to happiness But happiness is the way 好像现在讲着 Covid 哪一边的情况 每个人都在注重 找个人的死 越来越多的 care 像是什么 我们就look at the half-class empty 我们没有look at the half-class food 我们只选择看那件事情的一面包 所以我们这个信跟不信 就真的是一时执念 你决定你去看哪一方面的东西 你的那个心境跟状态 就会基于你一直去关注的东西 Happiness is the state of my world 就是我们要帮助一起的 你帮我 我帮你 我们现在的那个疫情的关系 就很多邻居 政府机构 他们现在就是窥着来做 就是要帮助别人 花了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爱心 自己的精力 来带给别人一个帮助 有一个例子 是讲好像在做生意 就是跑不了这个定律 去 único一开始